4月9号德云社又有好消息传来 备受瞩目的窝头会馆再次定当 将于4月28日至5月2日连演7天 喜欢的观众12号可以留意一下开票情况 此前因为受到客观因素影响 原定于3月底与广大观众见面的话剧 窝头会馆宣布延期 今天该话剧终于宣布再次开启售票 将在保丽剧院与广大观众见面 关于这部窝头会馆这部话剧 相信很多网友已经不再陌生 该话剧是编剧刘恒老师的扛顶之作 当初何冰 宋丹丹 普存心 杨立心 徐帆等 北京人一版上线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此次德云社集结了郭德纲 于谦 侯震和鸾云平等一众顶流 齐聚窝头会馆让很多观众非常期待 前几天德云社版窝头会馆迎来了首场带观众彩排 郭德纲 于谦等造型一亮相就让观众眼前一亮 留起头发的郭德纲让观众代入感很强 演出现场反响强烈 《文德奖》 打不开 《文德奖》 大不开 《文德奖》 打不开 除了这部话剧复言之外 郭德纲还闷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那就是同样备受期待的 新丑年风香大典再次定到 4月26日如期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 同一天还是郭德纲徒弟孟克棠的生日 可以说是双喜离门 另外从昨天刚刚发布的下周节目单来看 德云社所有剧场恢复演出 向大家熟悉的玲珑组合 更是连演四天 一次让观众过足影 今年因为客观因素影响 无论是电影行业还是小剧场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今德云社全部恢复演出 对于郭德纲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希望再次定当的 风香大典和窝头会馆 能够如期与大家见面 千万不要再延期了 也提前预注郭德纲和于谦 两位挑大梁的作品 能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欢乐吧